笑不活了家人们我画了个黑珍珠 我的朋友们都问我画个钢球做什么 这是颗深海大珍珠啊 一某了 现在教大家画个钢 不对画个黑珍珠 首先第一步起个形 随意来个圆 画不圆的同学找个东西照着画个圆也行 今天不讲究这些 今天主要是画调子 行我就不和你们讲究了 形体起好之后呢就是区分大的黑白灰 珍珠这类物体表面光滑 反光程度呢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位置找一下 把需要加重的地方形体以及高光的形体都找出来 这样我们后续上调子的时候就可以放开了去加重 这一步做完之后就可以拿出软一点点的铅笔 这里我用的是4笔 顺着珍珠结构去排线 把高光的形也一点一点的塑造出来 但是高光形不能卡的太实 要虚一点 珍珠温润的感觉才能出来哦 这些位置整体找完之后就可以上纸巾 把画面揉合一下 这样珍珠的质感会更加的明显 纸巾在揉插的同时或多或少 都会把高光蹭掉一点 这里我们需要用到橡皮泥打圈的方式呢 去把高光再次插出来 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柔和的感觉 最后用硬一点的铅笔 我用的是HB 来一点点线条保证画面的清爽 同样的位置也要跟上 整体画面整体催近嘛 一颗珍珠就出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